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怕货给货,只怕不识货 这句说话代表80年代不少本地厂商的心声 新闻淘宝带大家回到三十多年前 看看当时的人怎样看香港货 香港人用香港货这个口号 我们从小就听到 不过到今时今日可以大胆地说 很多香港人对香港货还是没有十足的信心 其实除了消费者的心理是长期受到 外国商品的宣传影响之外 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本地的厂商长期以来 也没有重视到香港的市场 比如近几年来 有些本地厂家的制成品 有七成是出口 只剩下三成是本销 香港人要全面认识香港货 就是没什么机会的 不过最近的厂商 也都开始改变他们的态度 就是希望打开本地的市场 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市场的新形势 香港人在考虑买家庭电器用品的时候 绝大部分都会毫不犹豫地 只是会考虑买哪个国家的哪个牌子 他们没有选择买本地产品的余地 因为长期以来 香港都没有什么製造这类产品 就算有在香港生产 也只是外销 不过目前这个形势有转变的迹象 也有人提倡香港人用香港货 但是消费者的心理能不能转变过来呢 我想崇洋的心理已经有点过时了 如果我们说今天对于货品是崇洋 反而年轻一辈可能还有 人的心理呢 他就认为你香港做的 可能没那么好 外国牌子就比较好一点 大部分的人现在教程度高了 或者出外多了 他们已经很清楚 香港现在做的事是不差的 目前香港的HiFi音响市场 有八成是被日本产品垄断 但是本地一位制造商胡宾桃 就计划将他们自己设计 和制造的大型HiFi音响组合 尝试在本地市场那里推销 胡宾桃说 他们公司在本港制造音响器材 已经有九年 一直以来 产品全部都是外销出口 由于过去年半 他们这套五合一音响组合 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 卖了接近五万部 和当地货与日本货都可以竞争 现在胡宾桃有信心 试试在本港打开市场 他这样做 除了希望增加产品的销炉之外 还有一个经济因素 本地市场就是我们其中所能得到的 他们的工厂出的音响器材 由汉线到包装出口 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本地做的 胡宾桃说 他们公司出口的音响器材 从未试过被外商退货 原因就是他们在品质控制方面 要求很严格 这套大型音响组合 在外国的零售价要一千元美金 如果在香港销售 由于可以免除运货和其他费用 就只是卖港币三千五百元 便宜了一半有多 胡宾桃说 这些在本地售卖的大型音响组合 品质和功能和出口货是没有什么分别 而且应该有竞争的能力 虽然胡宾桃有信心打开本地市场 但是一些卖音响器材的商人 就没那么乐观 好像卖了十二年Hi-Fi的李炎光就认为 有几种日本牌子的Hi-Fi 已经长时间垄断了本地音响市场 所以新牌子想打开销路并不容易 其实是香港做的新牌子 那变了难一点 除非是很有质素 为什么曾经试过日本有几个牌子 是想在香港打开市场 但是始终都很难入到 胡宾桃为了避免和日本产品正面竞争 就特别委托了一间家庭电器中心 和一间傢俬公司 卖他们的大型音响组合 在这里的试验推销了一个月 初步反应是怎样 有些客人来说 他或者听了香港货 我就说不合用 但是有些人来说 他会觉得 现在来说香港货都挺好的 拍得住日本 或者其他外国的货品 有很多客人来看 但是买很少 为什么 就觉得香港货 始终没有耐老货那么好 虽然初步的反应不是很理想 但是胡宾桃认为 新牌子想打开市场 初期总是会遇到困难 他们会继续尝试下去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本地厂商 他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本地市场 这间公司在本港已经有30年历史 早期只是一间中型的制衣厂 当初只是做针绩内衣出口 没多久 他们就开始生产白衣衫 和发展本地市场 现在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间 拥有24个门市部的集团公司 雇用的员工达到1600人 主要的业务就是制造成衣 包括衣衫、西裤和外套 目前他们平均每个月生产 25000打衣衫 七成就是出口去海外市场 不过有一个现象就是 虽然只剩下其余三成的产品 在本地市场那里推销 但是就占了他们公司的总收益是六成 出口我们觉得当然收益方面 就没有我们本销那么好 因为我们本销 我们是自己由些料入口制作 一直到交给一个消费者的手上 全部的过程都是我们自己负责 而出口的我们只是纯粹做 我们叫做CMT 就是跟他们制作就交给他们出口 所以我们只是可以收到一层的利润 陈思雄又说 现在他们每年在本地市场 卖100万件衣衫 这个数字证明 香港市民是接受他们这些 香港做的产品 不会因为在香港制造 而降低了他们产品的声誉 这间公司能够造成一个 香港货香港卖的局面 其实也是长时期努力的结果 不过一些比较新的厂商 就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真的有写着是香港制造的话 那些客人就会想到 这个都是一些平价货 你可以看到很多大牌子来说 也是在香港做的 但是他也是没有写到 是某一个地方做的 因为主要问题是 就不想让客人有个错念 这些是香港的产品 刚才那位本地厂商 代理了一只外国牌子的 运动用品已经十年有多 借着几年前掀起的运动庄潮流 很快就打开了一个稳定的市场 不过 为了减轻汇率波动对生意的影响 在今年年初 他们得到外国出口商的同意 尝试在香港制造成衣 但是仍然用回这只外国牌子的名字 当然香港人有这样的心理 就是打明明的香港 他感觉到香港的产品不太好 但是外国牌子 他感觉到是外地利 陈国辉就是另一个 运动用品批发商 他也认为本地消费者 心理上是不喜欢香港货 所以很多明明在本地制造的产品 都故意不表明是香港制造 以免影响销路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中大一位港师就认为 除了部分消费者 有崇尚牌子的心理之外 还有就是 有关方面在宣传和推广功夫 是做得不够 香港的贸易发展局 他在国外 帮香港推销香港设计的诚意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我们参加巴黎 东京的国际时装展览 是受到国际的赞许 但是这个事情似乎在本地 大部分的人就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 所以如果我们做多些宣传 让他们知道 他们对香港的货品 有了一种骄傲感 以后到自己要买的时候 他的接受性也快了 除了有关方面的 宣传和推广功夫做得不够之外 零欧宝怡也指出 本港市民有一种想法 认为他们是没有机会 买到本地製造的高级香港货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货品 一般都是受到外国买家的限制 全部要运出口 不过一些商人 现时正在尝试转变这种想法 一间标榜专买香港货的百货公司 就是专门买一些香港出口货 不过既然有些厂商认为 标明香港製造会影响销路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这十几二十年香港的工业发展得这么好 在海外的产品的声誉相当好 香港人现在出外的多了 他们在外面开始认识到 原来外面的大的百货公司 都是卖着这些高级的香港货 所以他们很有兴趣知道 这一件事是什么 反而就是我们专卖港货 是可以吸引得到他们 来认识一下这个港货 或者去用这个港货 邓之华说 他们的百货公司开了一年多 当初经营也遇到困难 就是货源缺乏 因为本地大部分厂商 只是集中做出口 认为香港的市场小 不值得重视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改善 现在有百多个厂商 长期供应货品给他们售卖 而这些货品全部都是经过检定 不是退货或者次货 现在这家公司卖的货品 主要就是成衣、珠宝以及皮包三类 原因就是这些香港的制成品 比较有水准 以及本地市民容易接受 一些希望在香港打开市场的厂家 就认为在海外市场 香港货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但是在本地市场 香港货始终未能够获得应有的评价 就算一些喜欢用香港货的人 也只是贪他的价钱便宜 那些厂家就认为 要改变这个观念 就要看下本地厂商的集体努力了 下一节看下主打 港人港货的公展会 停办二十年之后 九四年重开有什么转变 不少人行公展会都是为了买平货 食材、电器、家居用品 通常比较受欢迎 买一些鸡蛋东东 就是牛肉丝 还有虾、弟子 我们每人都花了一千元左右 上当年的公展会 无论卖的产品或形式 和现在都有很大分别 一起回到二十多年前看看 在以前 香港人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娱乐 每年举办的公展会 就应该说成终的盛事 公展会停办了这么多年 今年再次重开 而与以往比较 现在的公展会 有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就从场地来说 就已经由室外转到室内 沙尘滚滚 经常有很多广播 但觉得比较平民化 和近人一点 感觉很好玩 以前的公展会 在红沙尘滚滚的通路 就这么差 就不太好 现在场地的影响 变成了他们的设计 摊位就没有以前那么漂亮 比较局输一些 主办机构 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地方 停办了二十年的公展会 在这个星期四重新揭幕 吸引了不少人来重温公展会的热闹情况 以前因为每年都在露天 政府就有地供给我们 因为停办 政府就没有地给我们 我们建格了这么多年 想回复过往的光荣 今年又举办一次 在五六十年代 公展会会场在红磡 当年公展会会期 由聖丹横跨到新年 长达一个月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来参观 而由于当时香港经济刚刚发展 不少厂商都藉着参加公展会 来推销他们的产品 他们标榜的口号是 香港人用香港货 白花油从五三年已经参加公展会 是香港的老牌药厂 五三年至七二年 每一届都有参加 当时我们新牌子 是很需要这类型的推广 当年已经有电影里面 有些贊助员 会做了一些电影里面 出到白花油的照片 白花油经历了六十年的发展 药油好像已经不适合这一代的年轻人 但现在老牌药厂就由年轻一代去管理 曼福韦说他对旧的公展会没有什么印象 而今次公展会 他们就希望用一个新的形象 去介绍他们的产品 告诉人们 万应万灵 各样都可以 我们不会说一样 一定要让消费者知道 产品里面是有什么成分 每一个成分有什么用途 因为教学水平高了 不可以再骗人 有什么用途都可以 童真是二十至四十年代 有名的酱油厂 今次他们也有参展 黄大卫是童真的第三代 他说他父亲和祖父 当年已经参加公展会 和很多香港牌子的产品一样 也借着参展来推广他们的产品 当时主要来说 就是没有那么多产品 主要是做醬油的 但现在就越来越多越化 多了很多醬料 还有做罐头 还有出口那些 童真已经不再只是做醬油产品 伟中的厂房虽然没有拆卸重建 但后面的地皮早在七十年代 就改建成为工厂大厦 时代转变工展会也跟以前很不同 今年除了有两成多的外国 和中国参展相爱 场地也改在室内 只可以容纳五百个摊位 而大多数展览的货品 已经不再只是一些食品 调味料之类的平价产品 而是一些比较高档的货品 今次的工展会比较豪华 没有那么平民化 以前我们通常在工展会 都是买很多家庭用品的东西 甚至是水壶、火水炉、铁打油 什么都去工展会卖 现在工展会 刚才我看过来 珠宝方面多很多 比较高级的成衣都有 这些我们搬很多去大陆 其他东南亚的地方 但是香港本身都要发展 一些比较高品质、高科技的产品 另外一直以来工展会的重头戏 就是工展小姐选举 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今年也不例外 有工展小姐选举 是由参展商提名熟客的女职员参选 每一个入场的市民 都可以成为评判之一 她成为工展小姐之后 多数是参与她的商品的活动 成为工展小姐 亦是… 这届的工展会充满了怀旧味道 不过时而世易 工展会和现在香港的经济发展 就好像格格不入 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香港的工业出现了不少变化 五十年代大量国内人口 涌入香港 资金技术和人才 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 到七十年代 香港本地就业人口 有五成是从事制造业 所以如果你看到香港的大多数家庭 他们多多少少 都是有和制造业有一定的渊源 或者他们以前曾经是拿那些 或者是交花 拿回家去剪、去做 香港的工业 在这二十多三十年不断成长 期间工展会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历届的工展会 可以说是香港工业成长的缩影 这次可以说是表现我们香港 现在的工业水平 在这个基础上 如何去再促进香港工业的发展 不过很多人都认为 这次工展会只是免怀过去 香港的制造业已经识微 在香港搞工业没有什么前景 如果我们只是看个人数方面 近几年制造业的人数不断下降 现在最新的数字 只有52万左右的人数 是在制造业里服务的 单从这个数字来看 似乎就是制造业不断下降 但是不要忘记了 其实就是香港只是将这些 所谓装配式的制造业 移向海外 尤其是在内地 其实有很多设计方面 或者是一些比较上创新 有创意的 或者高科技的工业 其实在香港仍然是有蠟燭的余地 香港工业的发展 一定要向高科技 高品质 高质量发展 高效率的工业发展 这些是 差不多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家 都是走这条路 香港未来这几年 虽然在制造业的人数方面 仍然会有下降的情况 但是在其他的服务行业 尤其是在金融业 那个发展我相信是会非常快 还有就是很令人触目 下集新闻淘宝 背重昏90年代 金三角大毒梟、昆沙的专访 背顾他的一生 中文字幕提供 商社的农些 中文字幕提供